这位教育界的伙伴 大家好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有机会邀请到 那个伊若芬教授 帮我们北部的老师 或全国的老师 我看很多别区的老师报名 那大家一起真能关于 绘画或者是苏东坡的相关的 教学的那个演讲 那首先就是因为伊教授 有提供两篇很棒的文章 要给我们参考 那如果那个我们现在上线的伙伴们 你们没有收到 因为有报名的我都会寄给你们 那如果没有收到的话 请在讯息栏留下您的信箱 我们那个夏老师会帮我们协助记录 那今天也谢谢习老师会帮我们录影 那我们知道那个新课纲的选修 他有很多专题是不太好教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 请到我们久仰的伊教授 特别是我很早就有看你的部落格 早期有一个红豆的部落格 很早 然后您相关的苏东坡的研究 而且你的足迹还遍布了大陆他的足迹 是应该有很多的心得跟宝贵的经验跟资料 教学研究上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我就代表那个平台欢迎我们伊教授 那我们那个刚到的伙伴记得在讯息栏帮我签名 谢谢 那各位伙伴我们是不是开个麦克风 掌声欢迎伊教授一下 谢谢 谢谢陈正宜老师 哇 掌声好热烈 好 那我就交给伊教授了 谢谢 谢谢陈正宜老师 给我今天这样宝贵的机会 跟各位老师们分享 我对于苏东坡研究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请问大家现在看得到我的全屏画面吗 可以可以 好 今天呢 应陈正宜老师的邀请 来谈关于苏东坡和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新课纲的一个版本的课本 觉得内容很有意思 而且可能真的是对于有些老师来说 是一些新的挑战和需要加油的一些内容 因为如果是我以前的受教育的机会 我可能很多之前都没有学过 所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谈一谈我对这个教材 我的一些想法 同时有一些内容呢 我的看法可能不一样 也跟大家一起探讨 另外呢 也会再从一些新的角度来想一想 我们现在从事文史教学 可以由哪一些思考和辅助同学的方向 今天我谈的是从苏东坡破解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三大迷思 为什么说是三大迷思呢 我们对于绘画也许在审美上面各自有不同的知识背景 可是我觉得我所接触到的关于认为中国古代绘画很难 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真结的关键点 就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先入为主的概念 是反常识的 什么叫做反常识呢 就是绘画如果要非常的优秀 那一定要画得很像吧 或者是画家如果很出名 他的画一定很贵 所以他应该是专业的画家 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一些材料 我们会发现好像不是 好像比如说现在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是苏东坡的枯木竹石图 你看到这个枯木竹石图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苏东坡的作品 不知道有多少老师会觉得这是一幅优秀的作品 但是他挂上了苏东坡的名字 而苏东坡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画家 这种业余但是又非常有名的作品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评价他呢 而且在古代是不是绘画作品是不应该拿来卖的 如果是拿来卖那是商品 是不是就是减低了他的价格 或者是他的艺术价值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一个文人画家 他是业余的 他的画是写艺画 还有他的画是非卖品 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就不太容易理解怎么样去看到底他的价值在哪里 因此我就选了这三个关键词 今天我也用这三个关键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怎么样去认识中国古代绘画 这一件苏东坡的枯木竹石图在前几年在香港拍卖 等一下我们来猜一猜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老师要打在讯息栏吗还是跟您讲 我还没猜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打在讯息栏 OK谢谢 是不要偷偷去Google Google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今天讲了苏东坡苏市 他是1037年到1101年 那么我问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在21世纪今天是2022年10月5号吗 你还在读苏东坡吗 他都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千年了 为什么他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而我们讲到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时候 我们还要提到他呢 在画面的右边各位看到的这个Q版的苏东坡 是我的学生画的 我在新加坡南亚理工大学开过一门课 叫做苏式的文学与艺术 那其中有一些同学特别入迷苏东坡的作品 然后他们也去设计一些所谓的苏东坡的周边 那么一位同学他就设计了这个Q版的苏东坡 后来我把它放在我的书的附赠品做了一个明信片 今天我们谈苏东坡 那我们先邀请东坡先生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南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男权 此时 温南权 远远长久 千里 共产卷 朋友们你们好 946年前 我写下的这首词 今天啊 我有请在中华数据的元宇宙里回归 千年归来 全全之子 我们一起固建中华文化元宇宙 手机中心 更不致远 刚才 我们一起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是将近一千年了 我们还在读苏东坡 未来的一千年 苏东坡会用什么样的形象 跟我们之后更多的读者见面呢 我让大家先欣赏一个 这个是上个星期才刚刚发布的 热腾腾的一个新的苏东坡的产品 这是我参与了一小部分的开发工作 这是大陆的中华书局 他们所开发的苏东坡 他们叫做3D写实数字人 数字人其实就是digital human的意思 这个有什么用 大家如果是周杰伦的歌迷的话 可能你有印象 在2013年的时候 周董曾经跟复活的邓丽君 一起同台演唱 那个时候 很多现场的听众观众 真的是惊呆了 因为这个栩栩如生的邓丽君 形貌 声音 唱腔 都几乎百分之百的 还原了邓丽君 生前的模样 那个就是digital human digital human 在现在我们网络的速度 以及AR VR的开发 越来越迅速 以及进步 它的产品化 越来越趋近于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种digital human的元年 第一年 是在去年 2021年 也可以说 这是COVID-19这个疫情 带给人们对于网络的探索需求 以及科技的发展的一种推动力 一种助力 到了今年 陆续续有很多的digital human都出现了 那我参与开发的是这个苏东坡 他和刚才我们说的邓丽君 不一样 因为他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说我印象当中 唯一一个 古人 文化界的人 真实的人 在历史上面 非常著名 而被开发成 这样的一种digital human 他也许不一定会像邓丽君一样 唱歌跳舞 可是他接下来 在文化教育的产业上面 很可能他会给我们一些帮助 比如说 开发的越来越成功 这个AI技术越来越发达之后 可能以后我们教学 我们可以使用 digital human的苏东坡 我们把我们要讲的课 录制成 让苏东坡来跟同学们教学 那么同学们甚至于 可以在课堂上 或者在网上 问苏东坡问题 然后老师都为苏东坡的代言人 可以互相的 互动也好 互相的交流 那么这个同学们在课堂上面的 所谓的沉浸感的体验 会更加的深刻 我想各位可能都跟我一样 和对于现在我们教的这种 00后的同学们 他们是所谓的网络的原住民 他们对于图像的需求 他们这些从小 可能就看着图像长大的人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当中 用图像材料来帮助他们去理解 甚至于记忆呢 也许像这样的AI的还原 古代的名人 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开发之后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作为真实的人 跟这个AI的数字人 我们怎么样一起人机协同 来帮助同学们理解 我不知道 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 未必真的会实现这样的原宇宙的梦想 但是看着这现在的科技发展的趋势 它会是未来的潮流 所以今天先讲一点 好像跟待会要讲的这个绘画品评 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竟然聚在一起 除了讲我在我的书和我的研究的论文报告里面 已经呈现出来的内容 也给大家一个热腾腾的刚刚出炉的一个印象 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在文史工作 文史教育方面 我们会用到更多科技的产品 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大家网路上面相聚 云端的会议 这就是拜科技之刺嘛 为什么我会参加中华书局的 3D写实Digital Human的开发工作 是因为我前两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陪你去看苏东坡》 刚才陈振宜老师说 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 甚至于海南岛我都去了 苏东坡他生前去过的很多地方 于是我就把它结合散文 以及苏东坡在那个地方所写作的作品 写成了这么一本 陪你去看苏东坡 从他的出生地 四川眉山 一直到他去世的地方 是江苏的常州 在这本书当中呢 就讨论了苏东坡的长相 以及他在不同的地方写了哪些诗作 我到了那里 经过了几百年 我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样子 苏东坡他曾经去过这里 留下的这些视觉的印象 我作为一个后代的人 我去追随 缅怀 很有可能 已经看到的风景 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书 陪你去看苏东坡 所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个想法 那么后来也有很多的国文老师来告诉我 他们觉得这个书能够帮助他们 虽然在课本上面 基本上苏东坡已经绝迹了 但是好像我们台湾的考试 在国文考试上面 常常还是会出苏东坡的题目 所以这本书也许对大家会有帮助 因为我研究了苏东坡长得怎样 才能够去帮助开发Digital Human苏东坡 所以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 刚才大略也提到了 当苏东坡进入元宇宙 地球上的你 你还没认识他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他呢 因为苏东坡说 现在我们是文徒时代 文徒时代 我们的高校的教学 在中国古代艺术品评的这方面 交给苏东坡就对了 因为他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那么什么叫做文徒时代 这个Text and Image Studies 叫做文徒学 这个是我开发的一个学术的领域 也是一个观看的角度 文徒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的21世纪 那么在之前是什么呢 我们看文化生产的步骤 可以分得出来 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 我们说西方有启蒙时代 这个启蒙时代的特色 就是工业革命 而且有哲学的思辨 到了19世纪 报业的发达 进入了新闻时代 印刷出版 大量的让更多的普罗大众 能够阅读 能够受教育 当时主要的传播的工具 渠道是报纸 杂志这种刊物 包括书籍 20世纪 刚刚过去20几年 我们都是20世纪的人 那是一个图像的时代 那里的图像 主要是电影 电视剧 透过大众娱乐 我们当时有一种说法 就是假如教室 向电影院 假如把电影院搬进教室 那时候我们有个梦想 觉得这样同学们 就会很开心 而且上课的时候 就会觉得比较轻松 其实我们现在上课 老师们几乎都是用 所以也就是类似像电影院 我们很像以前的 默片的时代 那个叫辨识 就是辩论的辩 如果你对于 之前的那个默片的 播映 有一点印象 可能没有看过 但是可能知道 就那个时候是 无声的画面 所以要有一个人 在旁边做旁白 那么我们老师们 就很像那个时候辨识 我们的Port point 不一定有声音 但是我们在 口述的时候 就好像为我们的 Port point 在做旁白 然后到了现在 我们进入了 文图时代了 它的特色就是 人人都能够制造 只要你有一部手机 你可以随时拍 随时录 随时上传到社交媒体 给不在你 同一个空间的人 十万八千里的人 他们都可以看得到 听得到 分享到 你的生活的喜怒哀乐 你的思想 你的情感 同时呢 透过了网际网路 也可以散播很多的 娱乐也好 知识也好 我们现在对这个 都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就是我说 我们现在是文图时代 文图时代的五文 指的是text 是指文本 所有的 你看到的万物 都是文本 大家现在听我说话 我的说话的声音 就是文本 大家如果在屏幕上 看得到我 那么我的形貌 也是文本 那么我的形貌 我的声音的文本 透过网际网路 传送到您的那一端 您会有 接收端的时候的一种 视觉的讯息的感受 听觉的讯息的感受 这些就是我们说 文图时代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么我们不管是在 实体上课 或者是上网课 远距教学 都是要善用文图 然后让我们的教学 能够达到高效的水准 好 讲回来 今天我们要问的 这三大迷思 主要就是 文人画家一定是业余的 或者是非专业画家吗 第二个问题 文人绘画强调写意 所以不一定要画得很像吗 第三个问题 文人画是不能够卖的吗 还是非卖品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问题的主要的出发点 在哪里呢 这个是因为应应 陈正宜老师的邀请 今天还跟大家来报告 我的一点研究的心得的时候 我先请陈老师给我一些教材 然后我看到了教材里面 谈到了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 截然不同的欣赏的方式 然后他提到了 构图颜色线条光影明暗 这个是西方艺术特别强调的视觉效果 而中国的书画艺术 是主要强调意义风格和笔法结构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们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 今天我先不做全面的探讨中西艺术的比较 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但是我们可以先集中来谈 我们今天集中讲文人化 它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的所谓的主流 或者是说影响最大的 从苏东坡开始 我们先谈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能够再去多涉猎的话 大家在教学的时候 可以回过来去思考回应这个问题 和更多的同学们分享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说了 我们很多人觉得中国古代绘画很难懂 因为它反直觉 我们觉得绘画应该要画得很像啊 这画得不像 这个是好画吗 还有画是不是越贵越值钱 就越有名 艺术的水准就越高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古代绘画是反市场的呢 这于是拉开了我们对于绘画艺术的距离 好像我应该要把我本来的直觉 做一些翻转 然后我才能够接受中国古代绘画 是不是这样呢 还有就是认识中国绘画品评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中西或者是东西的差异 重点 除了所谓的风格 除了技法 还有一个是观念上面的审美观的不同 那这些审美观的不同 文人化的不能算鼻祖 但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打招呼的 将近一千年的超级IPKOL 就叫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苏东坡了 然后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思考 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读者 那我多一点知识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作为老师 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现在经常会使用的概念 就是Sales 老师就是在行销我们的知识 行销我们对于一个文化的认同 希望我们的受众 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接受 课本上的也好 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 所结合发展出来的一些想法也好 我们需要 同学们能够理解 甚至于相信以及接受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问 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当同学们问你说 我学了这些要做什么的时候 也许这是我想到的 不一定对每一个老师的班级都密切的相关切合 但是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一个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于苏东坡的了解 就是说一个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将近一千年 他为什么还可以渗透到现在 一个110年历史的中华书局 还要组织很大的人力财力 去做这样的经典IP的开发呢 他一定是有未来更多可以使用的场景 以及他的经济效益的 所以多认识一点苏东坡 他是有帮助的 还有我们跟西方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想 另外就算也许今天的老师们 不一定都是教历史 不一定教国文 也不一定教中学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 去了解美 他的重要性 这个我把它叫做扫美盲 我们现在如果讲知识平等 教育平等的话 审美 享受艺术 应该也是要平等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过去 包括刚刚一开始给大家看的那一幅苏东坡的画 我们看不到 我们也许会在一些古代的注录上面看到 苏东坡有画了一幅竹石图或者是枯木图 墨竹图 但是我无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文图时代透过大数据 透过网络 只要你愿意去搜 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很多真真假假的苏东坡的画 所以想要享受美感 想要享受艺术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阶级的差别了 以前不是画家本人 画家的好朋友 某一个政治的阶级 或者是经济的阶级的人 他是看不到这些作品的 但现在可以看得到了 他是某一种艺术的民主 这些艺术的民主 让我们可以予取予求 你想看多少就有多少 这个时候判断力就很重要 而且把我们过去说不认识制的叫做文盲 那么不懂得审美的叫做美盲 意思 我们现在一方面在教同学们文史知识 也希望透过关于艺术方面的课 一起来扫美盲 我在2006年应邀从中央研究院到新加坡 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教书 已经有16年了 那么我到了新加坡不久 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就是写作 然后写了几短篇写了散文 因此在这里也有一些读者 然后这里的最大的中文报纸叫做联合早报 就邀请我来给他们写专栏 一直到现在 每个星期都会有两篇的专栏文章 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六也会有我的专栏文章 有兴趣的老师们 欢迎就直接在网路上面搜联合早报 在里面再搜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到 每个月会有两篇文章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篇 我讲的就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 我到美国的Indiana大学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然后中间就转机 转机的地方是在旧金山 那个时候是早上八点 然后我就去旧金山的机场的VIP Lounge 就是这种休息室去里面休息 然后等着转机 然后我就在那个休息室的最里面的墙上 就看到了现在大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这个八个字的书法 然后我就 这就是一种职业病吧 就是我虽然还拖着行李 但是我一进去那个贵宾室 我还没有想到说先找位子来休息一下 把东西放下 我就拉着行李拉拉拉拉 就拉到那个墙的前面就开始在看 哎呀没有想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日本的屏风被挂在美国的墙壁上面 然后我就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女士 她个子比较矮 然后长得黑黑的一个中年妇女 她就拖着一个托把 就过来 然后她看到我 她就说 Do you speak Chinese? 那我就用中文跟她回答 然后她就问我说 我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像你这样 一进来我们这里 不急着放东西 不急着去吃东西 而来看这个作品 那你一定是专家咯 那我当然不好意思随便乱说啦 我就说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 我就看一看 然后她就一边拖地 就一边 其实她就一直在我的旁边拖地 那块地已经很干净了 我们就聊起来 然后她就问我说 哎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哇 这个远 下面那个字是赫还是雀呢 哎彭来 那远雀还是远赫彭来 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我就跟她说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屏风 然后他们在写书法的时候 远赫两个字可能是有意思 彭来两个字有意思 可是这个都在一起 不一定是有一个 我们华人所理解的那个汉字 或汉语的意思 然后就说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日本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屏风 然后我就好为人是职业病啊 但是我当时也有一点 不太好意思说 要讲这么多吗 我要在这里上课吗 我要在这里发表演说吗 所以我也不知道 她到底是想要知道多少 还是只是因为没事 早上八点 其实那个VIP lunch 没什么人 然后她就一直在那个地 拖拖的很干净很干净 然后我就大概的跟她说了一下 她就说 老师啊 你扫了我的美盲啊 然后我就想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 当然也可能了 我在跟她说这些知识点的时候 对她来说我就是老师 启发了她对于这个作品的美的概念 然后她告诉我 很开心 终于有人解答了她的困惑 而且她在这里工作 每天在这幅书法前面 觉得自己也有了文化素养了 我觉得听了很感动 因为这么一个打扫的这个妇女 一个她是她对这个艺术 她有好奇心 她感兴趣 她愿意听我去分享 同时她从这里得到了一种愉悦感 一种乐趣 而这个我们做老师的事里 都有这种感觉 当你讲到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作品 或者是一个历史的情境 一个历史的概念的时候 同学们听了之后 有所领悟 甚至于喜爱 我们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对吗 那么我们到底对于中文古代的艺术 知道多少呢 我设计了几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 扫吗 找得到那个QR Code 或者是你上那个slido.com 然后把那个提取码 就是1355885输进去 你就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要问的 这个一直都是这三个关键词 我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 怎么样 就是文人画家是业语于非专业画家吗 是还是不是 还是不一定 可以扫描没有问题 OK 谢谢 我在右上角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10位 11位老师 现在91%的老师都说不一定 有9%的老师觉得 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好 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总共有三题 大家知道这个运作的方式了 接下来可能也许 大家会更熟悉 我们看到了有 线上有16位老师 告诉我们 文人画家不一定是业余 或者是非专业画家 有13%的老师觉得 yes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那么也有6%老师认为是no 我们待会就会一个一个的来 跟大家分析和解答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练习第二题 文人绘画强调写意 所以不求形似 不一定要画得很像 yes no还是不知道 请大家开始 投选 yes跟no 哇 拉锯战哦 60% 40% 加油加油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人说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不是yes就是no 目前看到的图选结果 63%的老师觉得 文人绘画强调写意 所以不求形式 这个是对的 但是也有38%老师觉得 这个答案不正确 嗯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关键词 叫做写意 接下来 第三个关键词 非卖品 文人画不能卖 yes no 不知道 文人画不能卖 文人画 就是画来看的 不能卖 诶 很多老师说 应该要卖了 耶 63%的老师说 嗯 文人画怎么不能卖 可以卖啊 老师刚刚不是说了 苏东坡的话 前几年还拍卖了吗 呵呵 那是现在啦 那个不是古代 哦 这个问题 有21%老师说不知道耶 嗯 或许从来没想过哦 太好了 今天来 听我跟大家分享 你就会有多一点的概念咯 嗯 看起来 还是超过一半的老师 53%的老师 觉得 文人画是不能卖的 嗯 各位老师都跟我是同行吗 哈 我们知道 这个方式啊 就是我们的一种教学法 对吗 就是 先练习 或者是先测验 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 如果 这个问题 大家都已经掌握得很透彻 而且如果是 非常具体的 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同学们都理解了 那其实就可以在我们 后续在讲解的时候 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甚至于稍微带过去 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就不用再多花时间了 所以 今天的这个 呃 跟大家做的一些报告跟分享呢 也是我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可能对大家来说呢 也是稀松平常 那 只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教学的经验 用这种方式在线上教学的时候 然后同学们就可以偶尔是稍微思绪再拉回来 然后参与一下我们设计的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跟我们要讲的答案做一些连结 然后可以从中去发现比如说文人绘画不能出售这个问题呢 呃会有呃受众觉得呃不知道 所以完全不知道跟刚刚我们说呃写意 形式这个yes or no的截然的划分不一样 所以也许在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不集中的 呃这个就是呃先跟大家设计一下这样的问题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问题其实你的看法跟别人可能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来听我讲 如果大家都百分之百都知道某一个固定的答案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没那么好玩了对吗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了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了 业余 在教材里面提出了这么一个呃资料 他说到了苏氏提出文人化一词 认为文人呃不是文人化对不起重来一次啊 苏氏提出世人化一词 认为世人化的精神在取其意气所到 而不在表象的形似 刚才我为什么会讲到文人化 因为现在我们比较不说世人化 而是讲文人化 我感觉上这个词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上的不同 那么今天我就会有的时候根据原文说世人化 有的时候用我们平常习惯用的词叫文人化 材料从哪里来呢 这又是在课本上面的一个让大家一起进行教学思考的一个题目了 那么呃先来纠错一下 跟出版社反映一下呃这个材料 既然要作为教科书尤其是引用原文啊 我们都是至少大学毕业的好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学术上面的真实可靠的重要性 是很必要要要去把它修改的 不然的话我们在跟同学们讨论这当中的历史思考的时候 我们连这个句子都讲不清楚 什么叫做除 那是除墨 除墨就是指这个瑞玛的草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先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原文的典故出处是苏氏的诱拔汉杰画山二手之二 等一下我会再把这个整个的内容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先讲一个呃基本的外源的 就是这个提拔是苏东坡写的 写给谁写给一个人叫汉杰 汉杰是谁 他姓宋叫宋汉杰 他说了观世人化如月天下马 那世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说世农工商 所以世在古代是指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再去引申一下 也许你在教这一段的时候 可以跟同学们讨论 比如说世人是不是官僚 世人是不是诸侯 世人是不是一定考取过功名 还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只要是读过书的都是世人吗 那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于英史老师的书 他便又讲到事与中国文化 宋汉杰是谁 我们就再引用一个材料 这个是宋代的一个文人 他叫做邓春 他写了一本美术史的书叫做画记 在这画记当中了 他就说了汉杰 宋汉杰 他的名字叫做宋子房 自汉杰 他是郑州的咸阳人 然后他是谁的儿子呢 宋选的儿子 然后又是谁的侄子 宋迪宋复古的侄子 你会觉得我连宋汉杰是谁都不知道 然后你要突然冒出一个宋雪 冒出一个宋复古 这要干嘛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 常常还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介绍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我们要去介绍他周边的其他 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更有名的 更有名的是什么 是他的爸爸叫宋雪 更有名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是他的叔叔或者是伯父叫做宋复古 然后呢 他做过官报治郑郎 因此我们看到 苏东坡给宋汉杰的话提拔 这个人是有做官的 他做官做到了治郑郎 然后接下来的几段都是坡公 苏东坡品评宋汉杰的话 然后后面就讲到宋汉杰 他曾经作为化学博士 他不但会画画 画山水画特别好 而且呢 他还有书叫做画法六论 我们整理一下 刚刚邓春的画记里面讲到的 关于宋汉杰的一个背景 他是宋雪的儿子 宋雪是谁呢 是苏东坡他担任他的第一个正式的官职 他的官职是奉祥谦判 是在陕西 那个时候他的太守 也就是他的长官叫做宋雪 他是宋雪的儿子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为什么苏东坡会给宋汉杰的山水画写提拔 因为这个人他以前老长官的儿子嘛 另外呢 苏东坡也跟宋汉杰的叔叔或伯伯叫做宋迪的 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就以苏东坡为核心 就串联起来了 然后他会画画 然后他曾经在徽宗的丛林年间呢 担任过化学博士 什么是化学博士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分析 然后他还有写过书 叫做画法六论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几个材料 这几个材料就是围绕着宋汉杰的画 苏东坡一共提拔了至少有三首 1088年提过一次 所以为什么那个材料叫做右拔 就表示前面还有 我们有一些老师在教特别是古代的诗词的时候 常常会是说这首诗叫做齐二 前面那个题目都没有讲就变成这个首诗的题目叫齐二了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语文老师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右拔化学汉山的话 我一定会再跟大家说前面还有什么 才会右拔嘛 而且因为是右拔 所以1088年写完之后呢 这个右拔一定是在1088年之后了 甚至于苏东坡到了晚年呢 他还非常的怀念他的老长官 就是宋杰的父亲 他还宋汉杰的父亲 他还写信给宋汉杰 讲到了自己曾经受过他的父亲的照顾 而且那个时候宋选 就宋汉杰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所以就说先公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条资料 1088年里面的这条资料 他说我曾经呢 跟宋复古 就是宋汉杰的叔叔 跟他交往 然后呢 看他画的画叫做宋乡丸景 因此为他的宋乡丸景图 提了三首诗 然后我提了诗之后呢 宋复古呢 他说 子义善话爷爷 你也会画画吗 因为你的诗呢 感觉上你是懂行的人哦 然后接下来讲说 现在我又看到他的侄子叫宋汉杰的 也会画画 而且我觉得啊 这个年轻人啊 在多多的加强 努力几年呢 会跟他的叔叔宋复古一样的好哦 这是第一 那么刚刚讲到 苏东坡说 我曾经为宋复古画画 画了的宵乡丸景图 提了三首诗 那三首呢 就是这个宋复古画 宵乡丸景图三首 时间是他在为宋汉杰提拔的前十年 这是1078年的时候 他就认识了宋复古 然后为他的宵乡丸景图 提了这三首诗 这三首诗呢 我们不一一细讲 大家只要看我标出的红字 你会看到 每一首都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义 会有衡阳客 来看义渺茫 知君有优异 细细未寻看 自说非人义 曾经入马蹄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念了 苏东坡对于义这个字 非常的看重 他在提山水画的时候 特别强调义的重要性 刚刚讲到宋复古画的画 叫做萧香丸景 这个作品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了 不过我们看到更有名的 这个叫做萧香八景 是在沈阔的墨西笔坛里面 他说画有八景 是杜之源外郎 这个官贤 宋迪 就是宋复古 他所画的绘画 特别重要 特别有名的是这八景 我给大家读一下 平沙雁落 原谱繁归 山势秦兰 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 消香夜雨 淹似晚中 渔村落照 是不是 这四个字一句 四个字一句 就已经给大家 有八幅画的画面感了 这个叫做八景 他说 好事者多传之 消香八景 是我们说 山水的视觉选取和人文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这八景当中 会有两种设计模式 一个模式就是空间地点 加上时间的自然现象 比如空间 洞庭 洞庭湖 这是一个地点 在湖南 整个消香八景的 消香的广义的解释 就是湖乡文化 特别是指湖南这个地方 那么加上时间 时间呢 比如说晚上 季节 秋天的晚上 可能是中秋节的晚上 所以洞庭湖的秋天 中秋节的晚上 那个时候的风景最美 或者是江天暮雪 这是一个空间 然后呢 是在下雪的时候 这是它的自然现象 另外呢 还有就是 就是不但是空间加上时间 还加上人间的活动 比如说 远朴归凡 就是人在岸边 远远地看到了船 扬起凡来 然后向着岸边驶过来 它就是有空间 有地点 然后又加上人的活动 比如说 淹寺晚中 在烟雾弥漫 可能是傍晚的时候 在山林里面 听到了寺庙敲的钟声 这是有人为的活动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为什么这个八景 它有画面感 因为它有活动 有时间 有空间 有地点 有图 就有真相 因为我们从踏片里面 可以看到 在嘉佑八年 三月初八 那一天 转运判官 尚书都官 袁万郎 就叫做 宋迪的 曾经到永州的淡山岩 去游历 还在上面刻了字 大家如果现在去到湖南永州 大家读 柳宗元的永州八纪 知道这个地方 你到永州呢 可能也再找不到这个石上面这个刻字了 因为后来大陆因为在这边 有新的这个建筑工程 所以就把这个石片给炸破了 那个山壁都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代的踏片 用这个来证明 宋迪真的去过了湖南 而且他也真的画过了肖乡主题的图 好 永州在哪里 永州在湖南 湖南的萧水跟香水 左边是香水 它是从广西一路的往湖南这个地方 往这个地方流过来 然后呢 另外一条水叫做萧水 是在画面的右下角 那这两条水呢 一起汇合 这个地方就是萧香业宇的萧香所在地 这里叫做平州或是平岛 这整个地区就是湖南的永州 那我曾经去过那里几次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就是两条水所汇聚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资料 又把画节汉山二手的第一手 他讲到了唐代的画家有王某杰 王维和李思逊呢 他们都很会画画 然后呢 这个是唐代的绘画的典型 是苏东坡觉得画得非常好的两个画家 那现在呢 北宋特别有名的苏东坡觉得画得也不错的 叫做饭宽 然后但是他觉得有点俗气 然后说宋汉杰这幅画呢 不经不古 不是太过的现代 不是太过的古代 他又自然有一种新的意趣 你看又是出现了意了 然后他说了 如果他继续就对于年轻人的勉励嘛 继续继续画 好好的画 以后呢 你会画得越来越好 而且会画了着色衫 用这个也可以来说 今天我没有跟大家特别对于色彩的地方讨论 所以过去也一直有人认为 文人画一定是水墨画 水墨画一定是黑白两色的 只有墨没有颜色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苏东坡那个时代 对于绘画并不是从色彩去区分 纯水墨的就是比较高尚 有颜色的青绿山水 或者是金碧山水 就比较低下 不是这样的 好那刚提到苏东坡说到这个有点俗气的饭宽 可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海北故宫的镇馆三宝之一啊 好像去年才刚刚又在展过 很难得能够有生之年 不知道能够看他几回啊 这是西山行旅途 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他在展出的消息的话 一定要赶紧去看 这个是很难得的作品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第三条资料了 就是刚刚讲了一大堆终于回到了这个必须要仔细去推敲的这个文本了 他说了观世人画如月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 你看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素养的人 他们画的画叫做世人画 就好像在欣赏马匹一样 并不是只是看他的外观 比如说一般的画工啊 工匠级的人物 他只是取鞭策 只是画一些皮鞭啊 或者是画这个马匹的外表的 比如肤色 毛色还有他的皮的那种表象呢 甚至于就画他的马臭 或者是画他吃的粮草 然后就说 这个就是在画马 没有把马本身的精气神给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没有一点浚发 浚发指的就是人的才学 文采和性情 画家不是只是画皮毛的 画的时候呢 要表现出来个人的人格气质 个人的思想情感 和创作时候的意趣灵感 那这是苏东坡特别强调的意气 其实也不是只有苏东坡讲意气哦 在更早之前 唐代的张燕远 他有一本书叫历代名画记 这个我们说这本书很像司马 马迁写史记一样 这个是第一本写中国美术的历史书 唐代张燕远画 他写的他说 他说吴道子呢 他官这个陪匪武剑 而他的画就更加进步 张旭他看公孙大娘武剑气 然后就写那个狂草 就特别的奔放 所以张燕远归结了一个概念 他说是知书画之意 皆需意气而成 所以意气就是指一个人的气质 一个人的人格 思想情感 以及创作时候的意趣 然后接下来有好几个句子 又再重复的给大家提醒说 苏东坡他说他的表哥文童画画 是意有所不是而无所浅之 故意发于莫主 然后他自己的书法呢 是我书造译本无法 然后收藏书画要怎么样呢 要寄托意而不是把意当成是一个被物所拖累的一种工具 写作文章也是 他说文章呢 叫要有意 如果文章没有意 包括意气或意义的话 那叫做流水杖 或者是书法叫做鬼画符 所以这个跟大家就再次的发现了 对于苏东坡的重要性 那么回来 我们这个第一个关键词 业语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们介绍苏东坡 他讲宋汉杰的话是世人话 而且说宋汉杰的话呢 他多话几年之后呢 就可以话着色衫 因此宋汉杰呢 他是一个职业画家 他做官 但他的官当中还包括了画画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呢 担任过宋辉宗画学的博士 画学是宋辉宗 他很喜欢书法 艺术嘛 绘画 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谓的这个艺术天子 他设立了世界第一个 皇家美术学院 那么化学博士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去招生 这个皇家美术学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艺术大学一样 国立的艺术大学 然后呢 化学博士呢就好像这个艺术大学的校长 或者是系主任院长 然后他要出考题 来让想要参加这个艺术大学的学子们 能够展现自己的艺术天分 或者是绘画技巧 从里面选拔出来优秀的人才 然后进入到这个化学 就是皇家美术学院 然后给他专业的培养 专业的培养之后呢 他们就会变成宫廷的画家 也叫做画院的画家 然后就为宫廷服务 比如说 在宫廷 在这个新修的建筑当中 我觉得这里需要画一幅山水画 那么我们就画一幅山水画 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这个典礼的时候 我们需要展示一些艺术品的时候 那他们就要去负责展示这个艺术品 所以呢 宋汉杰他不是业余画家 我们再整理一下 宋代的画家有三种类型 诗人画的这个部分有两种 文人知识分子 以及画院画家 他们都是有读书 而且呢 甚至会写书法 会写诗 会画画 所谓的诗书画三绝的 那么另外呢 职业的民间画家 叫做画工 他是民间的工匠 就认为他们比较是 绘画的艺术的内涵 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那我们来给 这个题目的历史思考题 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跟解答 就是文人画跟画工画 有什么差别呢 就文化底蕴来说 文人画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他们有知识素养 他们懂得诗书画 但是画工画呢 他们就只要只是画一些皮毛 所以呢 是表象的描摹而已 那么对于创作的自主性呢 诗人画稍微比较自主一点 虽然就算是画院画家 当皇帝命令说 今天呢 我想要你给我画一个山水画 要让人们觉得春意盎然 然后这个鸟语花香 给一些关键词 然后画家就去根据 这些关键词来画画 那么但是还是有一部分 是自己可以去设想构图 或者设想说 我怎么样去布局 我要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 他还是有点个人的情质在里面 但是画工画呢 虽然一样是委托 可是可能呢 他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开发力 或者是创意 所以他在画的时候呢 自主性就比较不那么强 甚至于他们可能会变成千篇一律 就是今天有人来跟我订一幅山水画 那么我就反正大尺寸的 就是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停地画然后当成是一个商品 卖给我的这个顾客 那么这个就是画工画 这就是苏东坡认为 这种画工画呢 只有皮毛是没有内涵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风格 境界来去区分 一般认为文人画还是一个比较高雅的 好 在前一阵子刚刚展完在北北故宫的 南宋的无声画 无声师的这个画展 就是一些南宋的小品画 那虽然是画院的画家 还是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优雅跟细腻 但是画工画千篇语律被人是一个比较俗的作品了 好 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解答 不一定是标准答案 但是提供给老师们作为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题目 就是关于写意 写意也是根据教科书上面的这个问题了 他说了啊 虽然中国绘画在早期会追求形式 但是却不会发展出像西方那种追求立体感的尝试 这个问题啊 我的看法是不以为然 我觉得你把写意跟写实混在一起谈 认为重视写意就不追求写实 这个是大错特错 先讲什么是写意 今天刚刚陈正宜老师说 我有两篇文章 请老师们参考 其中有一篇就是写真与写意 因为是学术论文中可能有很多的史料 还有很多的思辨的推论的过程 所以可能对有些老师来说 读起来会不是那么的容易读吧 那因此呢 待会跟大家来做的介绍呢 是只讲结论 如果你对于这个结论的推理过程感兴趣 欢迎老师们再回去参考 我讲的更多的推论的过程 像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个例子 苏东坡的各种的提拔也好 品评这个书法也好 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好 都讲到意这个字 那写意这个字 在苏东坡那个时代的语境当中 有好几个层面可以去谈 一个就是画家的意气 刚刚我们说了一个人的才学 知识 文化的水准 素养 创作的利益 就创作要发挥个人的情感思想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 别人叫我画什么 我就画什么 就是创作的利益 另外就是作品的深意 意思和意象 深意就是指非常的生动 甚至逼真 画出我们想要画的那个对象 它的真正的姿态 比如说我现在要画一朵山茶花 那我要把山茶花的那种 许许人生的 带有生命动感的 那个方面呈现出来 不要画出来之后 别人觉得 这个是一朵假花 那就没有深意了 然后意思就是说 要在这里面呈现出一种趣味 作品要给人说 让人家看了之后觉得很生动 而且这里面感觉到那种生命力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意思 还有就是有一些作品呢 它会带有一定的文化的意象在里面 比如说讲到富贵 就会想到文丹花 讲到了高雅脱俗 我们可能会有菊花 兰花梅花 所以画这个绘画的题材 它呈现出来一种文化的意象 这个也是对于作品的内涵 是非常具有关键作用的 大家可能有听说 好像在日本呢 你去探病 就是有人生病住院 你是不可以送山茶花的 刚刚我举山茶花的例子嘛 为什么不能够举山茶花呢 山茶花它在树上开的时候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慢慢枯萎的时候 那个枯萎它会一直在树上 它不是像樱花很爽快的 这个风一吹雨一来 樱花像雪片一样的粉红色的雪 粉白色的雪就吹在了地面上面 吹在天空当中 所以说樱花雪是一个很浪漫的春天的意象 那山茶花不是 山茶花它是会一直在那个树上 然后干枯干枯枯到枯到不行了之后 它甚至还不会掉下来 这个可能对于生病来说 要死不活 这个是最难受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意象 它有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我不知道我们华人 有没有人送山茶花了 但是我们好像也不会觉得 山茶花有这种要死不活的意象 对不对 这就是意象 它是有文化民族 还有个别的特色的 第三点就是看画的人 能够看了之后忘形得意 虽然画的是梅花 但是我想到的是一个文人的高雅的气质 甚至于呢 我还在这个画当中呢 得到了所谓的意外之趣 在绘画的题目里面没有出现 但是我看到他画了一个 诶 题目里面没有 特别的设计感 或特别的有绘画主题之外的乐趣 甚至于那种很优微 要仔细去看的细节里面 你会发现 嗯 当你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觉得 哎呀 真是太有趣了 比如说 刚才讲到了 台北故宫的三大镇馆之宝 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如果老师们有机会 到故宫去亲眼看一下西山行旅图 一定要注意看 右下角有一队这个行旅的人 就是有人 然后有这个驢子的这个行旅的部队 他们正在行走 在那个人物的旁边 芭蕉叶的下面 有泛宽两个字 这幅画被叫做泛宽的作品 一直让人将信将疑 因为在世界上已经基本上找不到 明确确定是泛宽的话 有一年 林灿教授 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就给他看到了 哎 竟然看到这里有签名 那这个签名呢 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 就证明了 这个是泛宽的画 你可能会说 那可能是后来的人去带签的 但是我们看古代的历史啊 泛宽他因为作为一个画院的画家 他其实他的画流通性并不强的 也就是说 他的画基本是在宫廷里面 所以谁会去给这个流通性不强的话 签一个假名 因此呢 被认为那个是可以相信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画 我们作为观画的人 或者研究者的意外之趣 那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高清的一些 帮助我们观看绘画的工具 包括了这个红外线照射啦 或者是高分高倍数的这个摄影机啊 所以绘画的那种巨细迷的点啊 就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 这幅画它是水墨画 时代久了 然后颜色开始有点变 然后整幅画呢 因为底可能变黄了 所以就看不太出来 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经过 高清的放大之后 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有好多补比补过 原来最下面可能是有一点颜色的 那可能颜色掉了 后来人又再把它补比 这就是意外之趣了 好 回过来讲 刚刚我们一直讲到 宋复古宋迪的画很重要啊 他到底画的怎么样呢 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刚刚连他的题字也被炸掉了 那么我们可以找他的学生辈 或者学习他的作品风格的画家 这个人叫做王红 时代比宋迪稍微晚 但是呢 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 最接近宋迪的画的一个画家作品 这个作品呢 是在Prixton的这个美术馆 那我曾经亲自去那里研究过 然后这个作品呢 是什么样子呢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山式秦蓝 它是两幅长的手卷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给大家看 一个井一个井 所以我把它一个井一个井 截断出来给大家看 山式秦蓝画的就是 在早晨的时候 山中的蓝气雾气 慢慢的散去了 然后你看到下面这个比较局部的放大 会有看到市集 就是有看到这些房屋 然后有人走动 甚至有人好像还背着这个货物 在这个山间的市集 太阳出来以后 大家在这里做买卖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车箱八景当中呢 有空间有时间还有人为的活动 另外一个比如说江天木雪 在这里你看到有一个鱼翁 他正在钓鱼 然后这里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这空白地方就代表了雪 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怀疑 上面可能本来就有敷一些白粉 来代表是雪 因为我们在台北故宫的 赵干的江形出雪图里 会看到一点点 但时间久了 那个粉慢慢掉了 但是它还是留了白 让我们看到 一片白茫茫大地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这个角落呢 就有人正在钓鱼 那么你可能很快就会想到 柳宗园的江雪 对吗 孤州梭利翁独调含江雪 江天木雪的文化典故的由来 很可能就是从柳宗园的江雪诗 因为柳宗园不是被贬到永州吗 还记得刚才我说了 所以在这里可能就是从柳宗园的江雪 引申出来了江天木雪 再看一幅 渔村西照 渔村西照 这可能要想象了 自己脑补一下 这是有晚霞的围光的 然后这一些渔民们 他们正在捕鱼 用的这个渔网很特别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孤网 这个很大的孤网呢 刚才我讲了赵干的江行出雪图也有 可以看到这应该可能就是 中国南方的有些地方 在捕鱼的时候就是用着这样的一种渔网 再来一次有图有真相 我刚说了 我去过两次湖南 肖乡的这个地方 永州 然后主要也是为了去研究肖乡八景 然后我就发现了 很有趣的一个对照 右边的是王红的肖乡八景图的肖乡夜雨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植被 这个植物啊 跟我拍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 这些算是原生态的植物啊 因为那个地方开发的并不是很彻底 所以人为所新种的植物并不多 所以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基本的样貌 甚至于连那个船都有点像哦 看看 这个船 刚刚我们看到的独调寒江雪的这种船 是不是还是很像 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于有一点点封闭 外来的文化或者是新开发的情况 还不是很彻底的空间当中 它竟然还保留了几百年以前的一种原生态的植物 以及人们所使用的渔船的工具 唯一的差别是现在的这个小的渔舟呢 是用马达来驱动的 那我也坐上了这个马达小船 就一路在萧江的这个水域当中 稍微航行了一小段 可惜的是啊 我去的那个时候呢 刚好呢 洞庭湖呢 泛滥 萧水跟香水呢 是一路往北 然后注入了洞庭湖 洞庭湖因为长江的水泛滥 洞庭湖注入长江 长江的水泛滥 所以倒灌到了洞庭湖 然后洞庭湖就泛滥 然后把那个水就倒灌回了香江 一直到了香香 就是萧水跟香水汇流的地方 所以本来在古书当中 以及绘画当中所描绘的萧香 应该是水非常清澈 可以溅到水底的石头的 可是你看这个好像很多泥巴 不太符合我心目中想象的那种 非常干净的水 可以看到石头的那种模样 不过聊圣语舞啊 要去那一段 的确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 用这个来做什么 介绍所谓的文人化 写意化 它是有一定的写实的基础的 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现在很容易去看得到的 旅游来说也比去湖南永州 方便的多的是杭州的西湖 宋代的叶孝岩的西湖石井图册 这也是在台北故宫前阵子 刚刚展出过 在这个图册的右边呢 画的就是跟苏东坡有关的三坛映月 当时为了要让杭州的老百姓 在种植菱角的时候呢 不要一直一直的聚集 把整个的西湖全部都种满了菱角 那么这个水路就会不通 而甚至下面就会有淤泥 因此呢 它就设立了三个塔 小的柱子 这柱子长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右边这个样子 这也是我在杭州西湖拍的 很有趣啊 为什么那上面有一只小鸟 它就刚好就在那里 等着被我拍 这个塔虽然是明代的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宋代的痕迹 因为你看到左边 这刚才我们看的叶孝岩的西湖石井图册当中的三坛映月的那个塔 就是基本上跟这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样我们再次的证明 写意并不是指非写实 也不是不求行事 好 讲了中国这么多 肖像八景西湖石井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从肖像八景到西湖石井后来还有了北京八景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八景石井作为那个地方的景观的代名词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选几个特别重要的或特别有名或特别值得人们欣赏的一些风景的景点作为人们游览或者是歌舞描绘的对象 台湾有吗 当然有了 输人不能输正 台湾八景 台湾八景 在清代康熙年间就有了台湾八景 然后接下来在田楼年间呢 把这个台湾八景又做了一些增补或者修订 比如说 今天可能线上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北部的老师 我们来看 北部的八景有什么 基隆积雪 基隆就是我们那个北部的基隆 会下雪 近几年不是 阳明山旁边七星山大屯山不是还下雪吗 很觉得好像是千年奇迹 也不是你看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了基隆积雪 基隆也会下雪 最远的西雨落霞是澎湖 然后呢到了前年间有了一些改变 比如说这个湘阳就是观山 观庙这个地方 不是观庙 观庙这个地方 昆山大家知道是台南 然后齐尾是齐尾山 这个图呢是台湾师范大学他们画的 我把它借用拿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台湾八景 主要呢是在西南部的就是台南这一带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一辅二路三蒙甲嘛 所以府城台南这个附近呢 也就是文人聚集或者是官员比较常常生活的周遭 这里就会比较多的这个八景 那么北部就比较少了啊 比如说除了基隆呢 还会有比如说淡水呀 最西边的澎湖 也可以知道澎湖呢 因为在特别是清代的时候呢 也已经有了一些居民了 齐尾秋搜我们可以看到八景图 除了中国有校长八景 那么台湾的八景也有八景图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住民在秋天的时候去打猎的一个景象 就是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朝的官员到了台湾 他们在治理百姓的时候也会关心原住民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浏览一下 一直到现在台湾八景有哪些你去过哪里呢 越讲我就越想回去台湾 跟大家一起去玩呢 来日据时代的台湾八景 他那个时候就用票选的方式 是在1927年的8月 由台湾日新报这个报纸来举办的 透过老百姓读者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台湾八景十二胜 另外还加了两个别格 台湾八景一样有基隆 有淡水 有八仙山 有日月潭 有阿里山 有寿山 有鹅鸾比 我特别标出这个粉红色 太鲁阁侠 是因为如果你看刚刚我们讲到的清代的部分的话 东边 东边呢 就东半部呢 相对来说呢 当时的清朝的文人官员还不太熟悉 但是到了1920年代呢 日本人在治理这个原住民的生活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花莲泰鲁阁的优美风景 另外还有两个别格 这别格的意思是说 它不但是风景非常优美 它还具有某一种神圣性 比如说神域台湾神社 现在就没有了 它的原址就是现在的圆山饭店 然后所以中山北路那个时候就像日本 东京不是这个表参道吗 就是要到神社的那一条主要的干道 就中山北路的那个终点呢 就是原山饭店 以前是台湾神社 然后呢 新高山 富士山之外的更高的山 就是玉山 它是作为一种台湾的临风 然后接下来 到了1953年呢 省政府又订了新的台湾八景 东边的风景又更多了 不但是有太鲁阁 还有清水断崖 双潭秋月很明显就是 跟洞庭秋月是相比美的 这讲的是日月潭 在2005年 交通部观光局又有了新的票选 这个票选就不再只是一个四个字一句 地理风景人物的活动 而是以地点为主要的标注 让大家觉得你到台湾旅游 可以去哪里啊 101啊 台北故宫啊 日月潭 阿里山 玉山 爱河 墾丁国家公园 以及太鲁阁国家公园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当我们交到 古代的一些知识点的时候 我的习惯 我会把它拉到现当代 让同学们不要有太多的 时空的距离 也不要太以为说 哦 那个就是中国 那跟我们现在学习的 这个空间无关 那个就是古代 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无关 比如说我现在新加坡教书 当我教到 关于肖乡八景的题目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说 我们有新洲八景 有新加坡的八景 也有吉隆坡 就是马来西亚的首都 吉隆坡的八景 让大家知道 这个文化的母题 这个文化的意象 它在宋代成型 它影响到了后代的很多的地区 对于自己的文化地方感 或者是我们台湾学习说 在地性的认同 这是有世界上面的影响 一直到现在 比如说你看观光局 虽然选了这个 不是四个字一句的 这个带有画面感的主题式的景观 但是它还是要标注出 我们现在做旅游活动 你可以去哪里 去从事哪个方面的文化的观光也好 或者是景点的欣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来讲了 刚才我说了 这个作者他认为 中国古代的绘画 其实没有追求立体感 那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 不至有图有真相而已 我要告诉大家 有文字有文献就有真相 老早在南齐的谢鹤的 古画品陆序里面就讲到了 绘画有六法 这六法呢 我之前因为曾经在Stanford 教过文图学的课 所以有一些概念呢 我必须要把它转换成英文 来跟同学们介绍 所以这个是当时 我给同学们做的介绍 因为只是看这几个中文字呢 可能有点疏远 不太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大家也可以大概看一下 就是这个六法 气韵生动 讲的是整个作品 给人的一种艺术概念 然后呢带有一种灵动性 也有精神性 那古法用笔呢 特别是要表现出笔墨的二维 描绘出三维的空间 映物象形 讲的就是要能够形容 或者是描写出来 这个物象的外形 或者它的外貌 然后随赖富才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为了要让它更接近真实 所以要给它一些色彩 经营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构图 然后传遗摩写呢 讲的就是去把这个作品 如实的呈现出来 那这其中呢 古法用笔 因为要去讲 为什么中国古代绘画 其实是追求立体感的 你看光村法就这么多种 这个村法呢 就是刚刚我说用二维的空间 展现出三维的立体感 平面的二维空间 但是我用不同的 比如披麻村啊 或者是荷叶村啊 这不同的村法呢 会呈现出山或树石的 这种不同的立体层面 这是用来说 其实是追求立体感的 那另外回到苏东坡 他的好朋友叫米福 他在画室里面就讲到了 说苏东坡他画墨竹 然后从地面一直往上画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是一节一节的画呢 然后苏东坡就说了 这个画画呢 要去观察自然的生态 这个竹呢 不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 它是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长大的 然后他又讲到说 他的观点呢 是出自于另外一个墨竹画家 他叫文童 他在画的时候呢 深浅前后 他是有主张 而且是有布局的 背后的是淡墨 前面的是深墨 比如说这也才被故宫的文童的墨竹 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 可以仔细的去观察 他怎么样非常生动的 你看他呈现出一种 垂下来又往上扬的这种 我们叫风中之竹的姿态 然后就是高风亮节 风怎么吹也不会吹折 他会往上弯 形成出一种非常挺拔的生命力 好像要去跟大自然的风向抗衡一样 好 回到了苏东坡的这幅画 我因为荧幕前屏的关系 我看不到老师们 有没有在留言板白板上面讲 到底这幅画 你觉得大概是多少钱 新台币呢 两亿吗 随便猜 我们现在喊到最高的是多少 伙伴们可以打个数字 打个数字再讯息来 谢谢 为了更集中一点 我们是以亿为单位的 多少亿新台币 有老师说12亿 10亿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高是12亿 对吗 还有更高的吗 几千校长说30亿 30亿 很大手笔校长 好了 我来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在香港拍卖的时候 它的价格换算成新台币是17亿 你买得下手吗 用嘴巴说比较快 这个也不知道后面应该有多少个零了 这个是要来回应刚才 米福说的 他说 苏通坡画枯木 枝干求躯无端 持村 刚刚不是有看村法了吗 印译怪怪奇奇无端 如其胸中盘欲也 这就是我们说 文人画的意气是什么 他心目中好像有一种不平之气 他要抒发出来 除了透过文字来写作文章诗词 他也可以画画 画出这样带有一种扭曲感的作品 那要显示出来 也许他在自然界就真的看过 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风中之竹一样的 不肯对现实低头的一种高峰亮节 他画石头 画看起来好像长了鹿角一样的树 也是要显现出来 这个树其实已经枯了 上面的枝芽的叶子都掉光了 但是它并没有死 它还是坚强的存活着 那接下来的几个概念呢 我不会特别仔细的讲 我只讲结论 让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再看文章里面 讲到的原点 比如说金音院画记里面 他讲到了 在观察物像的时候 要掌握它的长形 它是有个固定的形态 比如竹子就是长这样子的 你不可能把竹子画成 跟一朵玫瑰花一样 那它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有一个生长的原理 它是有原理 有常理的 掌握了长形常理 才可以讲形似跟传神的问题 比如说这句诗经常被拿来说 苏东坡是不求形似 说论话以形似 见于儿童林 复诗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 好像说 你一直看画 只强调他画的像不像 那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不要太过强调像不像 这个其实是一部分的意思而已 它整个的根本的意思 不是说像不像 而是说刚才我们说的 常形跟常理 掌握住之后 能够静悟之变 这个变化 你有了规律 你就知道那个非规律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规律去理解它 甚至于掌握它 才能够穷悟之力 说的更透彻的 是郑板桥 他说了 血液这两个字 悟多少事 不会画画的人 觉得自己画得不像 说我这个血液 大血液 这叫欺人瞒自己 再不求尽 皆坐此壁 郑板桥说了 必及功而 后能血液 非不功而 遂能血液也 因此 血液 跟形式 并不是对立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 宋汉杰 你还记得他吗 他曾经当过化学博士 就好像是 现在艺术大学的校长 或者是院长 那么他就负责出考题了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看 他是怎么考 他考了什么 考卷 可能是什么样子 这是其中的一个考题 请你画出 野水无人度 孤舟近日恒 把这个诗句 作为你画画的题材 或题目 这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诗意图 就是把诗歌 当成绘画的主题或内容 野水无人度 孤舟近日恒 他并不是完全是由扣准所独创的 在那个之前 唐代的伟音物的诗里面就讲到了 野度无人 周自恒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 我设想的两种画 野水无人度 野水无人度 孤舟近日恒的两幅画 你觉得哪一幅可能是会在宋汉节这个主考官在乐卷的时候会拔得头筹呢 合乎宋代的写意精神 一或者是二 我希望等一下还留点时间跟大家交流意见呢 现在就开始 老师们除了在留言板打一或二 也欢迎老师们打开你的麦克风告诉我 为什么你选一或者是二 好吗 欢迎 有没有老师已经开始选了呢 或者是愿意分享 你认为 可能会得第一名的是一还是二呢 这两幅画到底差别在哪里 教授你要点老师吗 点讯息人的老师 我们教学的时候最怕同学们没有回应 点同学 还是欢迎老师们随意的发表一下意见吧 一或者是二 为什么 好 因为我看都是二比较多 有一的蛮特别的 我们是不是先邀请一的老师 有没有愿意分享 好 愿意分享的 志勤老师方如 方宇老师 你们是一 是 好 哪有老师愿意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一是比较合乎 野水无人度孤舟近日恒 哦 是方宇老师有回答 好 他说 一的意见 一谷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船 船 他是把那个船藏起来 对 他会比较符合 那个宋朝他们想要追求那种意境的那种 那个 对 好 谢谢 就是两个话的差别 是 已经很敏锐的注意到了 都有船 然后左边那个船上没有人 对不对 然后右边的那个船上是有一个人 他正在整着这个船弦正在好像睡觉的样子 嗯 很好 谢谢 那么我们请选二的老师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二是符合宋代的协议精神呢 愿意打开麦克风或是愿意在白板上面介绍一下您的想法也都非常欢迎 感觉上一很有道理哦 来选二的老师要不要拼看看我们二啊二 才是对的 徐老师一手 谢谢 是谢谢 那我就我这边划算隐喻一下 因为我会选二的原因是因为 对 我就看到 就是这一位先生或这个人 他就在船上面 他也没有似乎也没有很特定的方向 就随波逐流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就是顺其自然 所以这边可能也是某个城上也是符合无人度这样子的意思在 那再来说因为他就是 一个人一艘船 然后就孤舟在湖面上面 然后所以他可能就在这边漂泊 然后可能可能也有一点那个就是符合第二句孤舟近日痕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坦白说 对于什么是宋代的血液精精神 我可能不是那么的能够catch到 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二会比较符合这样子的情境 这个是我的想法 谢谢 谢谢这位老师怎么称呼您 习老师 学习的习 习老师 谢谢 谢谢 刚才那个是方语老师吗 第一选一的那位老师 方如 方如老师 方如老师 好的 方如老师如果你在宋代的话 你会是第二名 习老师他会是第一名 为什么呢 不见人 宋代的话 一手 在那边 一面 不见人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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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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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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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